吉安乡公所铜花小旅行4月13号登场 而乡公所安排骑乘自行车还乡 亲子市场采买料理 还有南华工作赞赏铜花的油城 希望让民众在地震灾后能够疏解压力 重新拾回幸福生活 又到了铜花开的季节 吉安乡公所连续多年举办的铜花小旅行 4月13号即将登场 乡长游淑珍希望可以借油活动 让乡亲舒缓地震带来的紧张压力 奇遇缤纷吉安 铜花季开落咯 从13号开始一直到5月4号 吉安竟是铜花以及节庆 和我们温馨幸福的时刻 我们摆脱了震灾的一个压力 生活的困扰 还有上班的这一些繁杂 让我们走路山林 让我们走入铜花的这个树下 来看看掉落的铜花 带来近视美好的一个 氛围跟我们的温馨 吉安乡铜花季 历年来都创造了不一样的精彩 探索的人文 欢迎来吉安 一年三周六日来到这里南华工作站 可以来赏铜去的这个部分 第二个是可以骑着脚踏车 然后沿着我们的环山环海的部分 36公里的这个游程 也可以借着这个铜花的小旅行的时候 可以来认识吉安 第三个就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 采买这个市场 然后也教大家怎么去采买新鲜的这个食材 然后来做料理 那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 应该是说不同的性质 能够让大家知道 吉安的铜花小旅行是很多元 很精彩的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此一游 4月13号到5月4号 星期六日 民众可以到南华工作站赏铜花 也可以参加自行车骑程 或者是亲子一起逛市场 买菜做客家料理 相关的活动参加办法 可以上吉安乡公所网站来查询 介续会节安乡报道